中央警衛局长涉黄雪军和李克强之死 前任或捲入政变 中共大量买黄金准备供台 应对房地产危机 红二代羡慕网红高收入 拼命转移资产净被割韭菜 千万里金引入台湾宗教 驾机叛徒 中共丑行被揭 中共涉听激怒欧盟领导人 米歇议提前离京 表决裂 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时评人隋黑在大纪元赞文指出 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周洪许 可能捲入前中央警卫局局长黄绍军 和前中共总理李克强死亡的两大迷案 而黄绍军可能捲入反习政变 习近平疑心重 但现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周洪许 却获得他的信任 多次陪他出访 从今年11月17日 雅太经合组织会议 以及今年4月11日 习近平到站江视察南海艦队 再到去年11月 在印尼巴黎岛举行的朱热十和拜集会 在习近平身边都可以看到周洪许的身影 但早前扮演这个护杂角色的 是前中央警卫局局长黄绍军 但黄绍军却在今年4月突然死亡 7月24日 中共新华社报道黄绍军因病医治无效 4月26日在北京去世 让人不解的是 以黄绍军的身份 为何中共官媒要在他去世三个月后才发布死亡消息呢? 更让人感到诡异的是 4月下旬 微信公众号《钟景中成》 已经发布了黄绍军的复告 但却遭到封杀 难道黄绍军的死因有什么秘密吗? 又传言称 黄绍军因在中共二十大外围支持 被习近平下令强行驾出场的胡锦涛 而这就等同参与了反习政变 周洪许负责安排毒死黄绍军 从资料显示 黄绍军在2009年出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2015年任警卫局长 确实是胡锦涛时期的人马 他同情胡锦涛也不奇怪 中央警卫局在2020年至2021年进行第二次大换班 中央警卫局政府局长的新人选 都来自中共夜战部队 原中共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 少将周洪许代替黄绍军出任中央警卫局局长 而现时黄绍军那个时候就已经不被习近平信任了 由此可以推断 他似乎涉及了反习政变 可阻止这一点的是 据知情人披露 中央警卫局正展开第三轮清洗 泰奇要求进一步清理 黄绍军的旧事人马 由此可以看出黄绍军的死因绝不单纯 有分析认为周洪许都捲入了李克强之死的事件中 雷美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10月28日表示 他在国内的一名张姓朋友曾是上海市政府保卫署的一个负责人 负责江泽民的安保 该朋友说江泽民的安保工作后来由北京中央警卫局接手 胡力任认为李克强的安保工作应该都是北京方面负责 李克强其实是死在中央警卫局控制的范围内 而身为中央警卫局局长的周洪许自然难逃关系 中共长时间大量购买黄金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有分析认为中共是受河乌战争影响为工台做准备 多有人认为中共是为了应对房地产危机 据德国之星报道 这段时间国际市场上黄金价格持续上涨 有分析自出中共是导致黄金不断涨价的退售之一 从世界黄金理事会公布的资料显示 中共已经连续12个月大规模购买黄金 但今年10月卖了23吨 新加坡黄金交易商证实 中共每个月至少花10亿美元买黄金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 如果将中国私人和半国营机构购买黄金的数量多加上 中共在2023年实际购买黄金的数量明显高于账面上的200吨 那中共为什么要大量购买黄金呢? 特媒认为俄罗斯在发动对污战争之前 都有大规模扩大黄金存量的举动 对此有些军事专家认为中共正为武力攻台做准备 路透社对从2022年2月开始发表的200多篇中文政策论文 和学术文章做了系统分析 认为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 导致中国经济、金融和地缘政治分析师都在研究 中共如果遭到国际社会金融制裁时 该如何应对? 中国的一名银行研究人员在报告中指出 在中美战略竞争家劇和台海冲突的背景下 应警惕美国对中共国复制这种金融制裁的模式 必须要微语筹谋 确保金融和经济稳定 报道指出 今年2月 中共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晓涛赞文指出 中共需要推动更多用黄金计价的贸易 以此来防止人民币的大幅度波动 对此也有人认为 中共大规模购买黄金 是为了应对房地产危机 中共红二代 在靠着富贝在中国获利 但在中共党魁 习近平不断集权的当下 这些食日风光的红二代 都开始羡慕直播带货 大赚一笔的网红李佳琪等人 他们也多努力把钱转移出去 怕被中共割韭菜 12月8日 阿弗学者陶瑞 在海外社媒X平台发帖文说 前段时间在国内 和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的子女吃了饭 本来想多些问他们对中国未来经济的看法 但这些红二代却明显又顾虑 只是在车里指着外面的写字楼重复说 很多都空置了 陶瑞后来才知道 中国社会现在偷偷带着 录音笔和官员打交道是常态 所以大家说话都非常小心 而让陶瑞感到惊讶的是 当谈到网红李佳琪靠直播带货 可以年赚几个亿时 这些红色权贵竟然流露出羡慕之情 都在言谈间透露出 现在他们的钱都不好赚了 陶瑞分析说 这些红二代在前三年利用国际金融体系 融资、杠杆加上市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他们在疫情前还坚信 中国会越来越市场化、资本化、甚至法制化 但疫情后中国经济却逐骚无望 陶瑞说他们变得拐言许多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 哪怕有如此身份 他们赚钱也不容易了 这种落差感日于言表 化名为方名的中共红二代住在纽约 他披露说 中共内部现在非常混乱 大家都在搂钱 习近平从上台后移动了红二代的利益蛋糕 大家都在想尽办法把钱转到海外 怕被中共割韭菜 虽然现在是迟了些 但都在想办法 另一个化名为赵威的红二代说 红二代对习近平虽然不满 但现在最想保住的还是财产 他说红二代的心理是 怕被政府清算 快点把钱收拢然后走路 哪个都怕这把刀落到自己的头上 因为在中国的钱一旦被凍结就玩完了 中共一面对即将到来的台湾大选进行戒选 一面都对台湾军队进行滲透和收卖 日前台湾警方破获一宗大应共谍案 一名宗教竟然计划开直升机飞到山东南上叛徒 想以此获得1,500万美金 台湾巷特部謝姓宗教 和已被中共吸收的商人謝炳成 一起受邀前往泰国 和两名中共国安部高层人员见面 中共方面开出条件 人又说会替謝姓宗教的全家拿到泰国精英签证 一旦台海开战的话 謝姓宗教的家人就能凭借泰桥的身份 有钱撤离台湾 中共国安部官员还许诺说 每月会提供大约20万元的工资 但前提是謝姓宗教必需驾驶 雙罗船长CH-47SD契劳克直升机投共 今年6月21日 中共山东南航母編队沿着台湾海峡 从西往南航行 而謝姓宗教原本计划趁此时 驾驶直升机登陆山东号航母叛徒 他如果达成目的的话 中共便会安排他在台湾的家人 于约定的时间和他回合 日前台湾国防部长邮国正 令到立院报告指出 中共方面疑似给謝姓宗教开出了 1,500万美金 值大约为4.8.000万新台币 曼行的是 謝姓宗教在实施叛徒计划前 便被台湾检调才行第二步 邮国正指出 二几年的的确确中共对我们有很多动作 是拉脑我们的人 的确受到多大的影响 他表示 法办主要容易一方面大家公运 再一方面都展认国军 不会吃饭 不会引力的作为 其他同步損害管控 我们都会不断同步再做 中共对中国民众的严厉监控和舌听 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了 但中共竟然将舌听手段 用在欧盟领导人身上 并出现米歇意提前离经的惊人音乐 12月7日至8日 在北京举行中欧峰会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意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 和习近平及李强分别进行了会晤 但会议期间却出现戏剧性的音乐 据美国媒体政客 引述之情人消息说 米歇意提前离开北京返回欧洲 有一部分原因是 他在北京和欧盟领导人通电话时 没办法避开中共的监听 而且在本次中欧峰会举行的前夕 中共方面就已经传出了窃听丑闻 关于米歇意因中共窃听 而提前离开北京的消息传出后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声称 对欧盟国家和欧盟机构领导人进行窃听 洩密的不是中国 虽然中共继续嘴硬 但中共对外国政要进行窃听的丑闻 早就广为人知了 日前有网友在X平台发帖披露 一个了解内幕的人告知我 中共对每个外国政要都有专门的部门和小组 专人负责情报收集 对目标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用品 尤其是穿戴和使用的物品 都同步收集完全相同的替换物品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将物品进行暗中替换或窃取秘密 而米歇尔对中共的态度都很值得关注 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林中南认为 中共在官方活动中都敢公然窃听 米歇尔的提前离开对中共是一个强烈的决烈信号 林中南说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美国政府一直强调华为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危害 当时很多欧洲国家认为依然过其实 但美国政府和欧洲国家都逐渐发现 华为对他们的国家安全造成的危害 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规定 在本国的5株网络中 禁止使用华为设备 林中南指出 这次中欧峰会的涉听事件让这些国家认识到 中共借助现代科技不仅是生产民生产品 背后都藏着国安企图 他所认罚的西方对中共的不信任 会产生很长远的影响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